來 現在幫我們介紹一下 剛剛有評科提到說 對 有很多活動 其實有什麼 但做些什麼事情呢 他們縣身所擋一下 就會差不多撕地上 妳要縣身所擋一下 我幫妳擋個下去 妳要不要 可以講 我覺得他應該比較想要聊 剛剛那個原味 因為剛剛一講到那原味 他說原味 不是 像他們都會早上十點 開始集合 然後差不多十一點就會 就差不多大家都到齊了 那互相就會 大家先開始聊天 然後那時候就是 先自我介紹 然後就差不多一個人 才可以一分鐘而已 就快速講過去 然後差不多到了十二點 大家就要吃飯了 然後是圓桌 然後就有點像那種 廟會普渡 前面有豬公這樣 對 就是有點像 對 就半桌型的這樣子 然後進去就是要梅花交叉座 就是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這樣子 然後到了差不多這樣子 就大家有吃飯嘛 就開始會有一些熱絡這樣子 到了吃完飯以後呢 就會開始玩遊戲 還有遊戲的 對 就下午就會有一些 像婚禮主持人 類似那種比較厲害 像永賓這種 對 就會帶動氣氛的 一些主持人 他就會來玩遊戲這樣子 然後後面呢就有一次 我們是玩那一種 就是有一盤麵粉 然後就是玩那一種吹 就是裡面有糖果 然後你就是要把麵粉 吹開之類的 然後呢 因為起先大家女生 就是其實男生女生都不太熟 所以那個遊戲 就是大家都有一點掙扎 也有一點爭議這樣子 結果就大家都不玩啊 然後就 我想說好啦 那我先下去玩 然後他就開始 就有人 我想說就這樣子 輕輕吹一下也沒有什麼 結果主持人就開始拿那一種 大電風扇充電 一直玩我的臉書 穿一臉書 然後整個吹這樣子 很狼狽耶 那天我喜歡的男生 然後就失敗了 他眼睜睜看我變成白髮魔術 好酥喔 還含一顆糖果上來 然後我就覺得那一天 我就覺得我真的 那你幹嘛下去玩 我就隔天 我就去市政府跟市長抗議 我讓我抗議 這是什麼爛遊戲 你這樣子害我一個漂亮的女生 你這樣子讓我滿臉 然後只有鼻孔沒有沾到而已 鼻孔是白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很爛 然後我就去抗議投訴他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想要 找媒體去投訴這一個 所以這已經是藝人了 那個時候是大學三年級 對啊 然後就覺得很醜 對 所以就很爛啦 所以就氣到現在 對啊 牙幫你告訴我們 在你們那個外面的這種 專業的婚友的時候 大概會設計什麼遊戲嗎 剛剛子媗提到這個 會有白髮魔術的狀況 在你這邊絕對不會 對啊 一定要維護他們的形象 對啊 一定要好看漂亮嘛 對 而且尤其像我們如果說是 男生是高身價 有千萬資產以上的 那女生絕對都是穿著小禮服來 那我們絕對不能讓她玩 這麼激烈的遊戲 對啊 絕對不能破壞她的形象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會有一些 破冰的小遊戲 比方說 因為會有依照年齡層的分別 也會設計遊戲不一樣 為什麼要看丁寧姐 你們是覺得我終於 我先生的婚姻現在是有問題的嗎 我已經開始尋找第二次的開放 雖然我們問得很廣 年輕人玩的是什麼 年輕人玩的話就會比較激烈一點 但是不會激烈到變成白髮魔術 整人遊戲 就是肌體上的這個接觸 會比較大一點 像我們會變成是愛情搖一口 那所謂愛情搖一口就是說 男生呢我們讓他戴眼罩 那女生跟他的partner 女生身上會貼便利貼 然後男生你就必須要聽從女生的指示 我的便利貼在手臂啊 在哪邊 在額頭 那你就必須蒙著眼睛這樣子 高一點 低一點 那如果說真的不小心碰觸到 那就是女生你的指令沒有發號的 非常好 那經濟的話就不適合 這個滿猛的 會不會有女生故意給他錯誤的資訊 然後就 所以他故意聽錯肌肉 那時候男生這樣 耳朵就這樣耳朵就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不可以這樣 但是這樣 這樣做反感 這個篩選真的很重要 這樣的篩選很重要 其實參加我們每一場聯誼 雖然說主題性質不一樣 但是你的 像剛剛講的 除了身分證以外 我們甚至連戶口名簿戶籍等等 我們都要看 就因為如果說你有過婚姻紀錄 你可能也會謊稱說 我從來沒有過 我是單身未婚 那另外呢 像身價比較高的這一些 我們就必須要比較溫和的 這一種 文味道之類的嗎 沒有 你方說 我們會讓男生女生在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比方這個聯誼活動剛開始了 那我們會請你 因為我們是隨機做的 那可能我就是男生 我會 主持人就會講說 男生請你牽起對面女生的手 然後就跟他稱讚說 你今天很漂亮 那女生你也要跟男生說你很帥 但是通常在第一句話的時候 都講不出來 那或者是說 像我們會玩明星臉的遊戲 就是說 可能像我們現在有一些明星夫妻 那我們就讓各自的男女 去拿一個面具 然後轉身過來的時候 你就去尋找你的朋友 對 比方說 艾莉克森你就必須要去找 你的太太 李佣儀 王仁佛要找季晴 對 就要找誰這樣子 比較溫和一點的 那還要他們有看電視 對啊 完全不可以 你去戲弦 你去戲弦 我都不怕的 曾經有一個會員 他真的就是站在那邊 他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其他人都已經找好 另外一個女生一直在對面 一直等他走過來 可是他就是不走過來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 他拿的是誰 不認識就對了 對 因為他說他沒看電視 所以我們來看 就不同地方的相親 有些什麼不一樣 像內地來講的話 好像內地還有所謂的 相親公園 有錢人相親 和你想的不一樣 炫富聯名非常可怕 他們舉辦的 是一個大型活動 要海選美女 而且要寄來 照片 三圍年紀 每個富豪繳30萬 增加吊賊金 全美